接下来的这位主角就是一位打拐英雄 隐姓埋名 乔装侦查 心理公事 十年间 他解救出二百多个被拐儿童 你看这个 小让是会解救的 为了打拐 他花光了自己的四十万积蓄 为了打拐 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 常年被失眠折磨 一个行走在打拐路上的独行侠 谁又能体会这份孤独 邀请本期主角 您好 您好 其实我们之前对您的身份都充满着好奇 觉得您很神秘 但我没有想到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之后 看到您本人 我还是觉得很神秘 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才好 大家好 我叫上官正义 这个名字是我的网民 可能根据我自己平时所做的工作 所以今天以这种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 您方便告诉我们您多大吗 八年后 您平时见朋友也这样吗 其实不会 我平时就和普通人一样 我只是在特殊特定的环境之下 我会以这种方式来保护好我自己